车子停在路边三天 但驾驶开走后 觉得怪怪的赶紧到车厂检查后才发现 有两个轮胎居然被钉上10颗螺丝钉 车主真的好痛心 轮胎无法布只能报废 原来民众将爱车停在台南九份子重化区 从4月24日晚上6点停到27日早上9点 驾驶报警是遭人恶意钉破轮胎 但汽车维修业者反而认为 车主可能是开过地上散落的螺丝钉 才造成破胎 行车记录器拍下新竹高铁站前 一辆乡行车停在斑马线上 疑似在等人 后方驾驶非常不满 狂按喇叭 这时驾驶才缓缓走过来 但双方爆发口角争执 现场气氛火爆 斑马线是可以停的吗 不少居民表示很常看到违停 大家都觉得停一下下没关系 影片也在网络掀起讨论 要在他应该有合法上下车 就是可以照暂时停的地方 但不是斑马线 但每个人都停一下 不就是所有人都不用动吗 警方表示已在高铁站出口 装设侦测设备 违规停车 缆客或上车 就算只是一下下都会吃上罚单 这综合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哦 小铃铛